對,那你相信這世界上有外星人嗎? 我相信 我更相信這個 那你會想要見到外星人嗎? 我會 外星人的話我比較希望可以見到 那是喔 其實我也蠻想要遇到外星人 如果有機會的話 那假如說外星人長得像鬼 外星人長得很像鬼 對啊 他都跟鬼一樣 外星人長得跟鬼一樣 對啊,就可能外星人長得跟鬼很像 對啊,你要怎麼定義他是外星人 他自己跟你講 我是外星人啊 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他自我介紹怎麼辦 他都不講說你好我是外星人 我想到了怎麼分別 就是鬼可能他只想要找人家 但是外星人他可能想要傳達訊息 給你 有這個可能嗎? 有這個可能嗎? 我覺得蠻不合理的 就是他們可能一心只想要研究啊 可是鬼的話 他可能一心只想要抓交替啊 他們的鋪鐵骨一樣,你知道嗎? 聽起來很怪 我覺得我聽起來蠻合理的 抓交替? 可是鬼真的需要抓交替嗎? 也抓不完啊 如果鬼不需要抓交替 那他們要幹嘛? 不直接投財交 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再 不知道 假如說你有一天你遇到一個外星人 然後 他說他問你說 如果你要不要去他們行求助 你會拋在你的時光去那邊嗎? 問題是要怎麼去? 就是他會帶你去 他接我 他就是 載你過去 他載我過去? 對 對 就你會從 可是那邊就是 你完全就是 你不知道 額 未來生活會怎麼樣 就你要到一個完全新的環境 他總要 誘惑我一下吧 就他說 我們那個世界 就是跟你們現在 跟你們現在的那些 差很多 就是那邊的高科技世界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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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玩 很好玩 那就去啦 但你不會怕喔 或是我就想 我就 但你不會怕喔 你不會怕不適應你之類的 不適應 不適應 對喔 一定不會適應的啊 可是 不是有大哥造型嗎 他如果能夠來這邊 把我接過去 代表他應該在那個地方 也把我接 是嗎 對嗎 合理分析應該是這樣 不會一個窮兵 然後過來 跟你講說 你要不要去一下 他媽 我覺得你他媽沒救了這樣 不會嗎 我覺得 超容易被騙的 所以他是鬼 然後就抓腳踢 可是 那我覺得要自己分析一下 就是 就是他是鬼 還是 還是他是外星人嗎 不是 他可能騙你說 他是外星人啊 不是 那 總會有一種情況 是 你聽我說總會有一種情況 是 他跟你說 你要過去那個地方 那你要從樓上跳下去 那你不會跳嘛 不是 他可能就講說 他要把你帶到 你可能叫你去頂樓 他要讓你上他的飛碟 然後咧 然後 然後結果他就 推你一把 有可能啊 你就乖乖的上頂樓 就是這樣用他上去耶 你就是 你不能隨便讓你跟人家走 你知道嗎 上頂樓 我就乖乖的下去什麼東西 不是 他可能推你下去 你 你等於說 陌生的走 你好危險 你好容易被騙老 你是不是會 我覺得 你有可能會被騙人跳過的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 你的那個說法 聽起來很奇怪 沒有啊 你不能看到你太多人 而且你要講 他們在怪星世界 你去了 你也不知道你是 可能會被拿去研究 還是怎麼樣 不是嗎 被拿去研究也還好 你說說 你被拿去研究 你覺得還好 對啊 他們不是高科技嗎 可是你被研究 你怎麼會死掉啊 為什麼 他們不是高科技嗎 他們都會幾個次 可能他們就算 一些人體實驗之類的啊 什麼實驗 嗯 可能 可能幫你 打什麼針 你看它會不會有什麼作用 看你 比如說 讓你跟外星人交配 快撐出來的小孩怎麼樣 那聽起來也還行啊 蛤 嗯 聽起來還行嗎 對啊 聽起來不行嗎 然後 外星人可能都是那種 看起來就是像那種 可能 塑膠材質的 你是說外星人是塑膠的啊 哈哈哈哈 不是 就 有可能 是塑膠材質 對啊 然後他們可能就是你進去 就是很像那種 磨垃圾袋的感覺 蛤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是覺得如果真的是外星人 他很高科技帶我去別的地方 那我應該可以感覺到他的高科技不是嗎 呃當然啦 可是 對啊那應該還好吧 還好嗎 感覺他就是可能會把你抓去 幹嘛這樣子 你知道之前 我之前好像有看過一個 很久很久以前 好像是有一個女生 他好像在幾歲的時候 就是被抓到外星 就是被外星人抓走 然後 然後 他那時候好像講說 欸他好像是不知道是幾歲 好像三歲還四歲的時候 不是我 就是他被抓走之後 然後他就他好像三十幾歲 好像跟媒體講這樣子 他被抓走 然後一開始大家都是 很不相信他 然後他講說什麼 他有跟外星人生小孩 呃我有聽說這個 什麼一個英國人嗎 他有出書啊 蠻有名的啊 不是嗎 然後 對啊我覺得很 啊 英國的研究報導 你改信啊 可是我覺得 有很有可能欸 因為他那時候不是 他都不相信他 然後他好像是 就是 脖子後面嘛 有一個 類似印記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結果有人去研究 那他那個到底什麼東西 結果他發現好像是 那個東西 什麼在這個地球上 不可能存在的嗎 那是誰說的 就是 有人去研究啊 誰研究的 我不知道是誰研究的啊 他又沒有講誰研究的 反正就是說 那個物種 就是他不可能在地球上面 那問題是如果是英國人研究 那很多事情都成立了啊 是嗎 對啊 可是 嗯 不是嗎 可是我會相信欸 我覺得有可能欸 嗯 英國人研究 嗯 其實很多 你知道 有很多那個 預言家嗎 你隨便網路上打一個 預言家什麼 幹各種預言世界 或是什麼東西 然後都是一些什麼 什麼神針啊 不然就是什麼東西附體 還蠻一些 有點奇怪你知道嗎 喂 你是說 預言家 對啊 很多預言家你知道嗎 可是 很多預言家好像很準 你怎麼知道很準 哪一次準 世界末是哪一次準 就世界末是不準 對啊 那他怎麼不能講得準一點 現在預言最紅是印度那個小孩 印度神話 他預言什麼 不知道 不知道他們的預言是怎麼樣 很奇怪 就很奇怪 重點是就是有準的 可是他們也不是直接 他們都不是用很白話的方式講 幹我就很不想相信 你懂嗎 他們沒有辦法直接跟我講說 明天會頭開幾號 幹我就很難信 所以他們只能夠用那種 很 不是很白話的方式去講那些東西 今年可能會發生什麼 不好的事情 不是 他不會用可能 就是 今年會不好 他不好什麼 不知道這樣嗎 不是 不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他可能說 什麼時候會發生 很大的疫情 這樣子 他沒有講是什麼 他沒有講什麼 他沒有講什麼 或是在 某個 沒有他講大概 在幾年幾年的時候 會發生 很不好的事情 可是他沒有講什麼 很不好的事情是什麼事情 這種感覺 就是我只知道發生 會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是我也不知道到底多不好 我自己是本身很喜歡看那些 跟外型人有關的東西 就是什麼 關於什麼金字塔 不然就是什麼 什麼百慕達三九州又怎麼樣了 就是這種 偏循學的東西 蠻喜歡看的 嗯 我心頭上的頭 我心頭上的頭